好另外南区来看到目前复理箱的基础建设计划当中的道路修补 有两条道路是要做驳游的铺设 那么其中是富北国中的通学步道 以及长期以来都没有修路的万宁部落部分的道路 目前复理箱的基础建设计划当中的道路修补 有两条道路要做驳游铺设 其中是富北国中的通学步道 以及长期以来都没有修路的万宁部落部分道路 希望可以尽快给居民以及学生安全的道路 第一个就是往富北国中的通学步道 因为学生时常要上课 路面有一些破损 所以说我们第一优先是富北国中的通学步道 另外一处是在万宁的部落 因为万宁这个部落算这个蛮大的 然后它的路面也是很长久都没有在修路了 另外目前着手在执行的就是原规台风的灾修工程 这两天陆续在安眉溪六处地点开工 陈荣宗表示这次灾修花年县政府补助金贝有四千多万元 路续需的总共在原规台风在复离 县政府预注了将近四千多万 让我们在修这个灾修 所以我们会尽量的来尽快的把它完成 然后我们会要求厂商在这个品质上面 要多多的注意 让我们这个有好的一些建设 还有这个道路的基础做的比较完善一点 如此大幅度进行整顿工程 就是希望能给民众以及外地游客一条安全的道路 以及舒适的生活环境 这段期间请民众收加忍耐 是工中所带来的不便 尤其是在出入工程地段 也请放慢行车速度 留意自身安全 记者高中双复离乡采访报道